Wow! NVIDIA 上個星期股票大升 現在已經成為萬億級企業俱樂部 對於cheatmaker和technology sector來說 這都是一個巨大的里程碑 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幾間公司 是萬億級數這個王國 蘋果 Microsoft Google Amazon 都有一個共同點 他們都是technology company AI事業正在泡沫 你不能錯過這個賺錢的沒機會 所以在今天的影片我會講 哪間公司有機會會成為萬億級的王國 Staytune 大家好,我是Jade 我的目標在這個頻道 是分享我們的貿易經驗和簡單貿易系統 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貿易商人從中獲利 如果對我們的題目有興趣 我誠意邀請你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影片 OK,究竟哪間公司可以成為這個萬億級王國 第一間公司我想說的是Tesla 為什麼Tesla呢?他都不是AI公司 他做電車的 其實不是 因為電車將來就會做自動運動 所以都是其中一個AI的項目 而Elon Musk的性格 他絕對是不會不把握這個機會的 其實Tesla已經是 超過638億元 所以要他們去重新一萬億 應該不是很難 因為曾經起了這個盤子的時候 我相信都非常接近一萬億 但今時今日的Price Action 在200元這個位置 半天跌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等它回落多一點 在這個位置 現在可能有一個抵抗在這裡 所以如果Price 跌下去 保持不到152元 有機會會去回100元 或者再低一點去到70元 70元 80元這個位置 所以兩個位置 我都會開始 逐少逐少賣進去 OK? 因為如果這個Average 當你100元賣 然後80元賣了 你Average 當你是90元這樣 它升上去400元 你都賺超過300% 但是當美國股市 再上去Bullish Moment的時候 股票通常是不單止會 Test previous High 而是Break and make a new High 如果他make a new High 你可能會 Make 5,600,500,500,600 5,600% 不得 OK? 所以Tesla definitely 在我的List那裡 會繼續 買回去做長線的投資 另外一間公司 是一個underdog company 叫做Panantia Panantia 很多人不知道 他的Chairman 是Peter Till Peter Till 曾經是Elon Musk的Partner 一起做PayPal 而且是一個Legendary Investor Panantia 其實我在年初的時候 都有購買到 大約在七個多的位置 但是我在八個多元的時候 已經離開了 想不到他 竟然Better Earning Than Expected 爆升了上去 但有事是這樣 今年其實我做的投資動作 全部都是短線 所以賺了一點點 我就離開了 但是如果當Prices在Panantia 跌回到七、八元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會再買回去 然後今次應該會長線一點 這樣保住 如果你看回 它之前的Previous High 當然當美國股市 升到 bullish momentum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見到Panantia 會 break and make a new high 到時你就會 completing300、400% 有可能是880 甚至是1000% 但是你需要有這樣的Mindset 去保住股票 for a period of time 去享受這個回復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隨時可以留言給我 而且我想知道大家究竟對技術投資有興趣 留言給我 Thank you very much! See you later! 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 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